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航 最近呢今天收到网友的信息啊 说这个阿航呀 买了个二手机啊 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毛病啊 钱都花了 是吧 你心里总是不踏实 啊 今天晚上就聊下这个怎么验机啊 怎么设计他的功能是不是有缺陷 屏幕是不是换过的 今天咱们大概在聊下这个问题 这些的话都是咱们下午刚从华香美咱们拿回来的 现在我正好要开始见机了 来咱们一起来这个 看一下我是怎么见机的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啊 这些呢 都是咱们下午在华香美那边 刚淘回来的机器 这是11普通灭个河 先让咱们来看一下 先来看一下这个外观 看看有没有这个 弯曲变形 有弯曲的话 特别是这边 这边都是主板 有关的话 千万不能要 可能就已经伤到主板了 看有没有弯曲变形 然后呢 看看他这个屏幕的缝隙 缝隙大不大 缝隙很大话就是可能拆过机换过屏幕的 讲这种话就是非常严丝合缝 用手脸摸一下 非常的光滑啊 外观看好之后呢 来看一下屏幕屏幕的话也非常的重要 因为的话你这一个机器 只5000屏幕的话可能都只快2000了 屏幕的话非常的重要 这个屏幕的话是不是国产屏 这个的话怎么怎么分辨呢 非常简单 先看一下他他这个 支架和这个屏幕的这个贴合度就知道了 这是原装的 非常的贴合 一个也敲不起来 四花顺畅 然后咱们这边的话就准备了一个国产屏幕的 看这个这个支架 明显敲的很高 而且把这黑边看下来 这么大的一个黑边看到没有 这种屏幕就是国产屏 这是原装的 看一下 黑边特别的小 特别小 屏幕的西屏啊 纯黑界面下看一下来 左边的话是原装屏啊 看一下 不管是什么角度都是纯黑的 这边的话是一个国产屏 你看下来这个角度 明显就会翻黄翻白这个屏幕 看一下 这个差异 国产就是国产 你再怎么仿 它也仿不到原装的效果 大家试一下它的屏幕会不会断触 看触摸有没有问题 触摸是不是非常的灵敏 这样的话就是ok的 怎么话都不会断触 如果断触的话 你比如说你打游戏 正正出技能了 正连着呢 咔 连不上了 断触了 那就触摸有问题 这触摸的话是ok的 没毛病 触摸 ok 好的 实际上它那个相机 相机的话也非常重要 看一下有没有水印 找一个白墙照一下呢 有没有黑点 这个话是ok的 没有黑点 看一下这个 远交看一下 放大 都ok的 没有水印 看他这个对不对焦 找个找自拍对不对焦 ok的 没问题 再看一下这个人像 人像的话也非常重要 人像是ok的 有这个虚化的 ok 没有毛病 好相机的话也是ok的 指南针看一下来 指南针的话 如果不会动的话 你手机导航 它是不会 有东南西北的 只能是ok的 麦克风试一下 喂喂喂喂喂喂喂 如果麦克风有用的的话 你打电话 它是没有声音的 对方听不到或者声音很小的就是麦克风出问题了 这个是可以测试到的 看wifi是不是能打开 信号强不强 蓝牙 这话就比较简单了 声音看一下 看有没有杂音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内存啊 显示的话是512g的 咱们查一下后来看看这个手机的话到底是不是512g的 这台呢是咱们已经查好的 看这个穿号啊 这个是相对应的 11破都面是512g 那些的话也是512的 如果说是这里面显示是64g或者是128g的 那就是一个扩容机 激活锁的话就是有没有ib锁是关闭的 已经过宝了 激活日期是2020年的 啊 这个的话是关换机 小多个道是国外就就就是不是国航的 是美版或者日版的 反正是不是国航的 啊 以注册师傅有七八级有七八级就是那个资源几乎的黑机啊 这个的话是一个正常机啊 不是有七八的 继续来下一步 看看他这个有没有原彩 如果屏幕换过的话 它是没有原彩显示 没有这个选项的 这是没有换过的 面容的话 测下就可以了 看这里面的话 有没有这个重启死机的一个记录 这个的话是没有的 如果有p开始的话就要看一下了 这个是没有的 功能是好之功的 咱们来插浪卡 打电话就可以了 看这个听众看有没有毛病 这个话就不用怎么讲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来看一下他这个漏不漏气啊 这个话是不漏气的啊 有密封性的 没有拆过 只是可以防水的 有拆过机的话 他的身边会通风的 像这种高端机的话 咱们一般也不会去拆他 像这种 苹果十一以上的拆过了 还没拆过的话 以后再出手 插架的话有两三百的插架 拆过还没拆过 这就结束了 说的是比较笼统的 很多细节的话也没有讲到 但是话说的都这些重点啊 像这个屏幕啊 这个面容啊 是吧 像说的话 这都是比较重点的 我下期呢 咱们再讲一下这个安卓机啊 怎么建计 安卓机的话 这个水也比较新的话 还要深 建议的话也是更复杂的